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春天到了 英国天气非常非常好 所以更常可以看到家长带着小孩到附近的大学或是公园里散步运动等等 但是英国人会说欧洲人他们没有习惯戴口罩 所以他们都是靠着跟家里以外的人保持社交距离来防范这次的疫情 像是在忍心道上遇到其他人会可能绕道而行或是说先在原地等对方先过 然后英国超市的部分他们会在地上贴一条条的距离线 提醒大家说即使在购物都要保持两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 那根据我的观察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遵守这个规定 但我自己去购物的时候还是每次都会买起一周的食物 然后也改成都在家里运动 就是希望可以减少出门的次数来保护自己 像是我的英国朋友有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家中生活 或是都会互相鼓励 然后也会关心我这个在英国的交换学生 那英国近期会宣布放宽封城的政策 至于对于疫情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然后这个疫情会持续多久 都还要在观察当中 亚洲时会有感到台湾真的做得以后 希望台湾的最新 做得得比较润通 会失去健康 青春因为那些会记得好好顺顺的计划 准备香港亚洲的挑战